它这个皮特别酥 看 还是起层的里面 105克的温水 1克的盐 0.5克的酵母 哈喽大家 中午好呀 我是美食阿姨 昨天包饺子剩了点 馅儿 猪肉白菜 咱们今天中午烙两张馅儿饼 因为我馅儿剩的比较少 所以我和的面也少 这个你可以翻倍做 划匀之后 加上150克的中筋面粉 先给它搅成絮状 最后加一点油 大概5克 然后给它揉成面团就可以了 这个面团非常软 揉好之后醒10分钟就可以操作了 馅儿剩的不多 就这一小碗 大概能烙两三个饼吧 看情况 这个面取出来之后 稍微整理一下就可以 我把它擀一擀 我们把它擀成这样一个长方形 然后上面给它涂一点油 把这个油一定要涂抹均匀 然后再稍微撒一点面粉 这样起层更清楚明显 然后就给它卷起来 卷成这样的长条形 把这个收口处给它稍微捏一下 我给它分成两个吧 对折一下 层次更多 然后稍微的给它撑一撑边上 好 放这醒一会儿 取出第一个 四边稍微往中间收一下 这样擀的时候 它会是一个圆一些 好了 给它擀开 这个边稍微给它擀薄一点 你们觉得圆不圆 好了 上馅儿 这个馅儿就是一分为二 看量大不大 就跟包包子一样 给它包上就行了 这个收口 一定一定要收盐 看看 窝一下 好了 包好了 来 还是在这儿醒一会儿 让它醒一会儿 咱们来操作第一个 这个一定要手轻轻的按 因为它馅儿太足了 然后擀的时候 然后擀的时候也一定要轻 动作一定要轻 看这边都已经有漏馅儿的迹象了 好 这样就可以了 两边稍微有点泛黄 一定要关小火 然后把锅盖盖上 再翻个盖 继续盖盖盖盖半分钟就要打开锅盖看一下 不要烙糊了 少加一点点水 盖盖焖 好了 这样就熟了 可以出锅了 两个大馅儿饼出锅了 看看 它这个皮特别酥